葉北 tay bird 委呈 大家好 非常好,非常有機智 我是燈燈厨房的老闆 我開在... 學校後ный,櫃子球場旁邊 目前創業一年又三個月又18天 好,很高興跟大家分享 委呈, 有對了嗎? 為什麼要創意?為什麼要看身體? 因為這三個字 今天跟大家分享會比較輕鬆 但是會比較一些現實的數據 在開燈燈廚房之前 我是一個法國菜餐廳的廚師 法國菜餐廳要進去其實非常嚴格 要經過三次面試 經理、鄉民、老闆 然後都是要做起來好好的談 用心的談 看你這個人怎麼樣 但是呢我遇到一次機會 那時候 就認識了一個老闆 然後呢他在肯定想要開一間 又是咖啡廳 你看大家都喜歡開咖啡廳 怎麼會這樣 好 那這時候 我覺得人生很重要的地方就是這樣 你的人生就是有很多的決定 下去組成的 你現在做了決定 就會決定 你未來五年以後 十年以後 你站在哪裡 所以我也覺得 坐在現場的各位 你未來的五年跟十年後 一定跟別人不一樣 因為你們 就是想要過別人不一樣 所以你還會坐在這邊 聽人家分享他們的故事 我講到這裡是不是應該鼓掌 好 好 那我再去肯定之前 大概也有很多反對 欸你在這間放我在餐廳 你家的好好玩 你不是那種 薪水其實不低 然後 其實他的售價很高 一刻早餐要六百八 再加一層服務費 是他一份早午餐 各位也會花六百八 加一層服務費 一次早午餐賣 不好意思 每天 課買 賣完 你用買還難不到我 一份將近七百塊 好 但是我也是 毅然決然去 因為我本身很喜歡衝浪 所以呢 我沒有什麼太多反對的理由 然後我就去了 但是 去的前提是 我不知道 老闆是怎麼樣子 我也不知道 我要在什麼環境工作 我也不知道我要住哪裡 我就去了 我就領個包包 我就去了 那我也是 當場就跟我的老闆說 欸 我不幹 老闆就很像這樣 我拉著椅子 就在那邊說 你為什麼不做呢 那我都拉 我要 去做我自己 那那個老闆在那邊喊掉 我說 好 那就去做你自己 好 那 在住在墾丁 大家以為是住在海邊嘛 其實不是 我是住在山上 那之前網路上有一個 呃 調查 世界上前十大的日落美景 在哪裡 呃 很榮幸台灣 有一個地方 在全世界前十大 那個地方就是 墾丁的萬山 好 那我就住在 半山腰 那 我每天下班前 就是看 好 我這也被他們帶出來 好 那 它是真的很美 那 一樣的地方 但是它每天的景色都不一樣 有時候是紫色的彩霞 那 有時候是金黃色的 那 照片上 看到這一個呢 就是 一小塊而已 它是 這樣子 這樣子 好 總共是270度 就是只有你後面的地方 是一個半山腰 然後呢 這是金黃色的時候 好 這是白天的時候 這是 這是 我的腳 那 我 這個 叫做萬里土旅港 下午的時候 沒什麼客人 我就坐在床椅上 躺在這裡 然後呢 拿著一瓶啤酒 手上拿著烏克蜜蜜 然後 嘴巴掉了一隻眼 然後 這是下午起霧的時候 好 那 我那時候生活 我早上5點起床 然後 衝浪 然後到下午9點 回到宿舍 洗澡 4點上班 然後呢 6點看夕陽 這是我每天的生活 四個才能說 對一個浪人來說 好 這是衝浪的人來說 這是一個 夢念以求的生活 我以上都沒有 講的那些時間 都沒有加通勤的時間 因為我坐在山上 我下山只要5分鐘 我就在海邊 然後我就拿著浪板 我就下去衝浪 然後呢 一小時之後 就上來了 旁邊的水桶膜 一開 衝衝我就上來了 好 我在這個地方大概 呃 兩三個月 運氣也很好 那裡的老闆 其實非常非常氣重 他說他想要在這個地方 蓋一間咖啡廳 然後呢 他請我去幫他 設計他的廚房 菜單 動線 還有 所有的設備 那 那我就幫他設計好 然後呢 就帶著這位老闆 去高雄的餐具 買餐具 那一天 我發了人生通最高的單筆消費 那一次進去 出來 我就花了50萬 然後老闆買單 就只是買設備而已 超爽的 好 好 那個 事與願為啊 天總是不同人院 當你越想要待在舒適圈的時候 如果你今天四個月會成功的人 老天爺就會把你找舒適圈抓出來 都給你好報告 好 那再來我們試菜都很OK 老闆非常喜歡 我準備了菜市 我們大概三天之後 準備開始營業 然後我們就遇上了百年來 南部最大的風災 保證各位一定沒有影響 因為那天北部有放假 但是完全無風無雨 這就是我們災後的慘況 那個涼亭是十柱歪了 然後呢 這個 本來是一大片的屋頂 然後整個被掀開翻過去 好 那這個是沿著海岸 沿著海邊的一片屋頂 風是這樣子吹上來 然後屋頂 掀起來 然後砸在地上 好 跟拍電影一樣 然後呢 這是我們一個小小的飲料大臺 這些都是水泥做的 然後他就歪掉了 好可惜 因為我本來有一個個人的觀景台 就在這個辦的後面 那每天下午的時候 我覺得避開遊客 然後在自己那一瓶的海岸鞋 我很想日落 好 這就是 那接下來怎麼辦呢 呃 來來來 過頭過來 那個 那 遇到這件事情之後怎麼辦呢 其實我沒有太多的感覺 我朋友甚至比我還能說 欸 啊你這樣怎麼辦 你現在夢想什麼 你在住哪裡 其實我完全沒有考慮任何事情 我真是對這個事情 沒有什麼感動 很簡單 因為各位 如果你經過 越多的大風大浪 越多的挑戰 看到這些事情 你會覺得 你為什麼還不就這樣 唯一讓我比較難過的事情是 我真的這樣難過 好 就是 準備開業的前兩天 我請了酒商來 他幫我裝了一台聖啤酒機 然後呢 我每天是夢想的 只要拉開 然後嘴巴對著 就會有聖啤酒 他竟然被吹倒了 我日式夜想 升啤酒叫沒有 我一難過的事情就是這些 沒有喝到酒 好 那 這個老闆呢 也 很有趣 那 你會發現 其實老闆跟普通人想不太一樣 好 只剩下活動了 好 那我講快了 那老闆來他也是看到 哦 吹倒了 好 那就請空伴來收拾一下 然後 看一下 要重電多久 花多少錢 就這樣 他也沒有太多情緒 那為什麼 有些人跟各位想的不一樣 還是怎樣 遇到事情 處理 遇到問題 面對 就是這麼簡單 那 那時候 那個老闆就說 好吧 那既然這邊倒了 那我就在航津看一件 我呢 大概三百元出來 看一件燒烤店 因為我以前到過燒烤店店 大概兩年 他說 那我拿個兩三八元出來 然後在坎村這邊 開一件燒烤店 那給你顧 然後多少錢給你 就這樣 好 是不是很爽 就是 搞了很多關我的事 那我再拿錢出來給你開一件 那 這時候呢 到了人生抉擇的時候 我朋友 從瑞士打開給我 我的朋友 就是我的大學老師 那他是我朋友 他不是我的大學老師 但是他是我大學老師 這樣真假的 奇怪 好 就是呢 各位你現在上課 在台上的老師 之後就跟著你的朋友 那他從瑞士打電話 他在瑞士教電腦動畫 然後呢 在少女風山下 他大概教了三年 那他的月薪大概18萬左右 然後呢 那個 電腦動畫科技是因為他而開的 然後他跟我說 他說 老子不幹 我要全部瑞士回來 他說 你回來幹嘛 我就不想 我就不想 台灣瑞士 他說 為什麼不在瑞士 你月薪這麼高 那個地方又這麼漂亮 然後 那個細琢 又這麼重盛 你為什麼要回來 我比較喜歡台灣啊 各位聽到 我比較喜歡台灣是不是應該鼓掌一下 很多人想要出去 那當然 也有很多人 在外面想要回來 所謂的旅行嘛 就是從你活膩的地方 到別人活膩的地方 那 於是呢 我朋友就從瑞士回來 然後跟我們合開這間店 那當然這個過程呢 也有很多困難的 很多需要面對的現實 那 我個人 實際上的定義啊 所謂的夢想 他一定會遇到現實的挑戰 那 各位 你知道因為他現實的時候 你只要 面對他 然後去把他扭轉過來 現實就會變成 實現 那夢想就會實現 但是 真的 沒有這麼容易 他 話說還幾分鐘 ok 好 已經過了 好 那 那我工商廣告一下 一分鐘就好 來 這是我店裡面的漢堡 好 好 那我跟各位公餐廣告一下 好 我們在漢堡跟別人有什麼不一樣的 好 待會 別人在漢堡 就是用那個 工廠買來的 然後裡面不知道才什麼奇怪的東西 好 我們的牛肉就是 一個牛在一個部位 好 拿來做腳肉 單一部位只做腳肉 然後腳肉之後呢 一塊一塊 用手拍出來 不是用自己打到 用手打出來 沒錯就是用我的手 一塊一塊打出來 所以這裡面是非常的juicy 都知道 好 所以就是我們跟 連漢堡不一樣 手工的工夫看 好 這是我們的三明治 好 就是意圖讓大家再很餓 現在這個時間很熱 然後又不能離開 好 好 然後再跟大家做最後最後的預告 今年夏天 好 會有這個東西 好 請大家敬請期待 好 就這樣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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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問題 常問來了嗎 有沒有 那個同學 不要問好 謝謝 我要問的比較現實一點的問題 因為我之前大一的時候就在 五一四巷有一間餐廳當店長 所以對於在福大這一塊經營餐廳我會覺得非常的困難 因為租金的問題 然後再加上我四個月的時候學生是不在的 那你們怎麼去克服這個問題 而且我會覺得你們地段好像又比較離學校偏遠一點 然後你怎麼去克服這個問題然後繼續經營下去 其實我一直對我們在家裡很好奇 好 非常好的問題 那這個問題大概要講一個小時左右 好 那我大概縮短成兩分鐘 所謂的經營的困難 沒錯 為什麼 這些東西其實全部都穿在一起的 為什麼我不開在五一四巷 為什麼我要開在便宜的地方 第一個租金問題 我在這邊 我租的是一整棟 我加起來至少大概九十幾瓶 可是在 以這樣的價錢 在五一四巷那邊 可能只能租了二十瓶或十五瓶 蛤 我怎麼可以告訴你 我只能告訴你那個比例 那 我選擇 這是一個我的創業方式 我不挑在 戰區 就是大家都開得很密集 然後有很多地方 我挑一個稍微遠一點 它是租金稍微便宜一點 這樣我的氣就可以比較長 我們剛才講的 除了創業你要氣夠長 像五一四啊 或是門口 其實你看很多店 開三個月四個月就倒了 因為一開始太沖 你的氣力不夠長 你的資金 運作的變質不夠 所以一下子就燒掉 撐不住 你止不住那黑洞 你還沒起來以後 還沒起來之前 你就撐不住了 所以我們要換個方式 讓你的 消耗的成本比較低 讓你可以維持比較長 讓你又有一個很長的 反動時間去慢慢的做促銷 做推銷 把你的店帶動起來 因為我現在 以我自己的經歷來算 我覺得通業一間 店 餐飲的 如果你不再鬧去 至少要花一年半到兩年的時間 做自己保守的估計 所以我必須要把氣拉得很長 所以我會調在一個比較遠的地方 那同時 我也有比較大的空間可以用 像之前焦點 有時候就會辦在我那邊 那一樣 這是其實 因為我很喜歡這個活動 看一方面也是一種宣傳 這樣也有檢查到你了 好 謝謝 還有其他人有問題嗎 同學你問題很多 但是你聲音真的不錯聽 你很適合 當然要見得廣播人員 沒有 沒有 但是你真的不要再問問題 謝謝 大家有問題嗎 好 謝謝大家 你要舉手 你要舉手 請說 我想問一下 就是 你 你帶過花果餐品 然後你帶過沙發店 然後你有那麼多的基因 為什麼最後會選擇 就是 比較美式和爸爸餐品之類 然後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轉變 好 那其實 我這個人的個性 其實是比較偏劇士 請看我的背後 但是不是講台灣 是大漢城 就是一個日本文化的 大漢城 那其實每一次餐廳公主會講的 就是一種熱情 一種親切 那我覺得這個是 像這個 這個社會 這個社會 跟這個社會 很需要的東西 他同時我也是這樣 教育我的員工 所以 當你進來我的店裡面 你不會聽到 歡迎光臨 你會聽到我的店 說 你好 就是一種熱情 我覺得 大家 在這個野莫 社會是非常非常需要 這個東西 但當我 我學過的東西是很多 那我必須要挑一個 一個東西 是 符合 這個 周邊的這個客群 那 我是挑一個 符合 周邊的社群 符合代表的客群 來開 其實如果今天我是開 上班不去的話 可能我會開少少店 那 這是我的理論 就是 因應這個地方的客群 去開什麼樣的生意 所以其實 我不今天一直開咖啡廳 沒有 因為他本來就是 因為他沒有問題 下來 好 那還有些問題 有問題 有問題 歡迎來教我聊天 好 那我謝謝大家的分享 大家跟大家分享 有問題 來耶 訂閱 請 再教唆 按 按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